完全没有关的 因为对于这个女性的侮辱的议题呢 没有任何人会接受 对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当天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正如刚才我们的YB冯宝金所说的 他其实自己本身 也不知道原来这两个议员 曾经发表了这个Botro的这个言论 而是到第二天 他看了报纸之后 他拿出来 他拿出来 他讲要求成交给这个特权委员会 当时令我们这两个 这两个私言的这个国会议员 就站起来反驳 试问当你还不知道 这个反对党国会议员 所提出来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实的时候 你能够提 你能够站起来捍卫吗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当时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 没有多久这个议长就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事情要留待两点半的时候 两点半的时候才来讨论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议长呢 本身也并不清楚 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曾经发生过 那么两点半的时候呢 这个后续的发展就是一个历史 那么你们没有去查一下有没有 可能我们再广告回来再继续谈这个课题 从这个国会会议当中出现议员用一些可能对于性别有歧视的字眼 再来谈谈这个女国会议员到底受不受尊重 其实我们可以探讨一个课题 远远可以超越一个党派之间一种对立 女国会议员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在国会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呢 可能我们可以从现场的国会当中的两位女议员认为 你们本身会觉得其实在国会当中发言的时候会面对一定的压力 是因为整个国会本身可能是由男性主导 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吗 会不会我们这个 或者说你们女性的这个言论 女国会议员的言论会不受重视这样的现象呢 你先讲 好 我觉得这不是受不受尊重呢 导顾是性别的问题 因为所谓 respect has to be earned 所以如果你讲一个人一个女国会议员 不一个国会议员 她在国会里面发言 她的言论受不受尊重呢 那个是看她也是否言之有误 但是如果你说一般上 对女性的一般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么当然是说我是觉得是呢 这个是如果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是说你国会议员跟男国会议员是一样的 我们拿到的薪水是一样的 我们所收到的那个拿到的所有的那个福利是一样的 可能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是否我们的丈夫是否可以享有 太太都可以享有一些福利 我不知道丈夫可以享有一些福利 也是可以 所以说你没有受到尊重呢 但是呢女性的议员尤其是反对党的议员 特别容易的受到这样子的用这种性相关语来骚扰 或者是当她不能够跟我们辩论的时候 不能够以理辩论的时候呢 他们就特别的喜欢用这样子的相关的语言 所以我们有程度上也是一种压力 在这个真正的辩论当中 他就是说他没有办法 他就用这种性别的字眼来希望你转移视线 或者是希望你以后不敢开口 好我们现在接通这个电话 在线上有来自马内甲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怎么说 哈喽 刘先生你怎么说 我是来自毛角的安浩啊 嗯请说 OK那个周美分说 在这个国会议员这个辩论的时候 他们在受到挑衅的时候 那么他们的政党的国会议员 就会说出那句粗鲁的话 那么我想问一下 他们是国会议员是代表马来西亚 不是什么小些的 什么的这个野蛮 不是什么野蛮邪针 或者不是那些黑社会 黑社会的辩论 为什么他们代表国家的国会议员 都能够做出这样 伤痛败的那种 这个这种行为 真的是反面的教材 但是我们只要达到2020红面呢 是不是我们马来西亚将会开 好 现在刘先生 刘先生是有点激动 但是基本上也是 基本上还是碰净那两位议员 这一个我们也是认同的 下一位是来自巴生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怎么说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两位YV你们好 首先呢我要讲的就是呢 关于这个课题呢 我认为尤其是妇女国会议员 不论是哪一个状态 都应该呢 站在一起 一起来讨论 所谓刚才YV都没分讲的也对 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是呢 最基本呢就是要 我们要 确定 这件事不再发生 然后还有一个课题就是 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呢 有很多人呢 还认为呢 可以讲这种话 但是呢 讲都讲不到呢 马来西亚民众的反应呢 会这么的激烈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已经进步了 能够讲这种话的人呢 他们可能还没有进步到这个程度 跟人民一起进步 人民的意思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国会议员呢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他们呢 我看到那个前段呢 还是好像在开玩笑 讲的开玩笑 这样 其实是很激烈的 他们认为是还可以开玩笑 但是人民不认同 我讲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确定 这个东西 不要再发生 好 我觉得很惭愧这种东西 好 谢谢周先生 周先生是以一个非常正面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了 但是事件发展 这成为这么正面了 如果下一次 同样事件发生 也应该以这样的模式来对待 大家是不是认同这一点 对 我想大家从这一次的 这个事件发生当中呢 不管是任何人 都从中学到了很多 第一点呢 就是说 我想这一次的 这个民众的这个反应呢 也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议题 让民众上了一堂很宝贵的课 大家都一起上了一堂很宝贵的课 尤其是那些少数 目前对于女性议题 还带着一种非常轻挑轻浮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这些男性呢 我想对他们来讲呢 他们可能会从这样的一个反面的 一个教材里面 得到很多的这个启示和警惕 一鸣已经很久没有机会说了 我就来问问你了 这次事件当中其中一个 我相信可能大家都认为 是在媒体在 在在追逐 就使这个课题 变成一个很热的课题方面 应该扮演相当大的功效 他们算不算是这次事件 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工程呢 你可以这样说吗 你看马来西亚在1995年 我们企业已经签署了这消除歧视 消除一切对妇女歧视的公约 1995年已经签署了 2001年的过了2001年的几年过后呢 修改这宪法第八条二 换言之呢 对性别的不能有任何歧视的法律 的条文的存在 可是经过这么久了 妇女发展部也做了很多东西 修改了这个雇佣法 修改了这个刑事法典等等 可是人民对这 反妇女歧视这些词汇 还认识不大多 你幸亏这个 这是Blessing in Disguise 幸亏这两位国务员犯错呢 媒体在报导 民间在参与 政府和朝野在野的政党 一同有这个共识 直到民间认为 一些生理上 一些低级的 一些Blessing in Disguise 很粗俗的 不应该讲出来了 这是非常好的发展 其实这次事件当中 不止媒体也包括一些 所谓的非政府组织 也帮演他们的功效 但是我们可能回来 问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都非常鼓励 女性从政 但是从政进入国会 本身又可能会面对 一些非常严重的 一些气压等等现象 会不会变成这样的现象 对某些女性 对于从政国逐步前 而选择以总其他的方式 媒体或者是非政府组织 来征语女性权益 其实征语女性权益 从政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途径